Hello 宝宝们好 有粉丝让我点评一下 Kucci的竹韵这一只香水 我今天来比较 Kucci竹韵的浓香水 和Kucci竹韵淡香水 先来讲Kucci竹韵的浓香水 前调我们先会闻到 清甜的香柠檬 以及微苦的柚子皮 15分钟之后 你才会开始闻到 淡雅的百合 以及清幽的橙花 其中还会闻到性感的依兰 但是依兰花香呢 不会特别浓郁 应该是比例比较少 没有甜腻感 整只香感给人的感觉 是比较知性的 扩香蜜野水中等 会是一只很好的工作香 适合春夏两个季节 流香时间在6小时左右 但问题是整只香水 它没有一点竹子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叫竹韵呢 反而是一堆白话香 再来看竹韵 EDP 前调是清新的竹子 香柠檬 以及多汁的梨 香感会比EDP的前调 来得更加清透一点 中调的香气相比的话 它把其中的橙花 换成的茉莉 虽然橙花换的茉莉 但两只香水中调 其实还是蛮接近的 也是同样并没有 竹子的香感 这两只竹韵的香水 完全是可以把它拿来 做工作香 如果要选的话 尽量去选 EDP 流香时间会稍微久一点 但是要提醒 运白话的宝宝要避开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我的分享 很有帮助 请点按下小薰心 大家有什么香水 想要测评 可以在微评论区给我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